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8月26号 星期二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一开始先关心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美国股市收红标普500 再创新高 激励台北股市开高 不过受到了冯高解套的卖压影响 大盘呈现了侠幅震荡 加权指数收盘是小涨了3.34点 收在9393.96点 成交量是895.6亿元 生技股台北体 F金可强掌 基亚是登顶 代购上柜生意指数 进阳超过2% 纺织大厂如虹 研发了医疗保健部 杀的一个产品 成果渴望在下半年 是显现的 也是抢功涨题 领涨类股收高0.9% 指标股 双千金业绩看望 大力光汉维科 双双大涨了半根停板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近期的股价不断飘涨 昨天晚间的收盘价更是再度大涨2.25% 加上大陆也积极地补助电动车 使得电动车相关概念股 F茂连 康书 胡连都强势地上涨 F茂连更是攻上涨停板 瑞玉红贯店今天除全息 红贯店受惠于游戏机的拉货旺季 7月营收创下历史新高水准 今天开盘11分钟就攻上涨停 成功完成填全息 瑞玉也在五盘过后涨幅扩大 一度上涨4块钱 来到109元填息8成 台湾的4G用户数已经来到60万户了 随着台湾之心正式宣布推出 两年月付599元的吃到宝方案 电信三雄预计9月 要再推出一波的4G手机降价方案了 市场更传言 最快这个星期就可以看到 最新的4G的降价方案 Touch台湾显示器大展即将在明天登场 上市面板厂包括友达 群创还有华映 都将展出一系列的新技术产品 群创将展出85寸 3D的4K 2K 超高解析度的电子面板 华映则是展出汽车 智慧生活 智慧眼镜等多种的应用面板 网路拍卖在台湾发展越来越兴盛 许多人也靠着网路交易平台的低成本 与手续费用达到创业的梦想 搏售到大陆淘宝网的来势汹汹 台湾网路平台业者也纷纷祭出新优惠 雅虎期末拍卖就认为 9月10号之后 所有商品的刊登费都是0元 而且全年的信用卡手续费也将由雅虎来买单 法人在齐乎的布局三大法人的买卖超排名 外资买超了26.7亿 而投信是买超了4.8亿元 资议商买超29.3亿 三大法人同步买超60.83亿元 享受一同来关系 台股期末部分以9390点做收小跌了1点 与现货相较逆价差3点 筹码面部分 外资空单加码了1108口至5631口 投信多单小针54口 至2692口 经商多单大增了1507口至4608口 总计三大法人多单增加了453口 至1669口 自台北股市表现外资法人观点 台湾7月的工业生产指数年增率来到6.1% 优于预期连续6个月的正成长 巴克莱就指出 这个数据显示出台湾受惠于美国欧洲 日本的经济回温 预估央行将在第二季升息半码 而且会逐步的收回刺激经济活动的政策 麦格里就看好了台湾航太产业起飞 在国际航空业者换机潮的趋势下 给予航太工业龙头汉翔优于预期的平等 另外也给予相关类股拓凯中立平等 目标价分别再提升到50元以及160元的位置 李洋政权认为鸿海第二季的利润提升是因为权力已经降低 因为鸿海的自动化业务并没有降低人力成本 反而独排众议给予列于大盘的投资平等 目标价是降到了108.94元 台湾之星4G开台寄出相对比较低的价格来强势 包括巴克莱还有摩根斯德利都异口同声表示 台湾之星推出价格恐怕会影响电信三雄的营运 重申远传台湾大哥大符合大盘平等 并且给予中华电信列于大盘的平等 接着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弱事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股市涨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气象台今天出太阳的偏多讯息 为了要抢攻游戏线上直播的商机 亚马逊是砸下了高达9.7亿美金 买下了直播频道Twitch 亚马逊就强调并购完成之后 将拥有5500万人的线上论坛 积极的拓展属于自己的娱乐事业 台达电看好了资料中心未来的成长动能 积极举办产品展示 推动公司的资料中心产品 今天更是正式和通路商 建达国际签署了合作协议 为了台达电的资料中心通路据点 可望快速增加6000个 软板大厂在客户的产品出货带动下 8月营收渴望见到拉货效益 营收有机会逐越走高 业绩出货带动 今天相关类股包括了台郡 加连翼都是连妹的走强 有超过3%的涨幅 汉翔不只是挂牌第一天 蜜月行情一飞冲天 今天是挂牌的第二天 在没有涨跌幅限制下持续飙涨 盘中一度最高价来到40元 涨幅是高达33% 如果以昨天的挂牌价格16.84元计算 最高涨幅已经超过了132% 而今天收盘涨幅则是高达128.6% 美国针对了大陆轮胎进行的双反调查 促使国内轮胎厂泰风 考虑要在台湾新建产能了 如市场确定 如果是要扩建这个厂房 势必将会选在前年就购买的 桃园观音科技工业区的土地 台波引进国外的设计大师 共同打造自由品牌产品了 台波预期 未来公司高达6亿元的餐饮容器产值 将渴望提高2到5倍 下半年转投资事业益助 全年也有机会损益两平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这就来自从来 我们下秋天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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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个一天 下一天 我们下秋天一天 这个今夜的价格 我们下秋天一天 我们下秋天一天 很高达 大方 请有五分株 去记听 请有信听 请有信听 无分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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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 行够好 爸爸 可玩 老牌清理疮 专利副文师岛块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胆友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2503-3288 02-2503-3288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在我们遭遇紧急伤病的时候 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效果 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只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 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 因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无障碍住宅 就是为了使行动不变的宣传者 或是生活不变的高龄者 能有一个友善便利 而且安全的生活环境 及居住空间 第一 必须要设置无障碍通路 第二 要有宽敞的空间 第三 是设施无碍等三大要素才行 内政部一直致力于打造无障碍住宅 营造通用无障碍的环境 照顾每个家庭 带给每个人生活上更多的便利 欢迎回到股市晚报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端美元汇率今天收盘 贬值了三分 达到29.675元 对换一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5.9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一起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国际重大财经讯息 全球央行年会圆满落幕 由于各国的复苏情况日益分歧 各地的央行决策者在年会中暗示 要先把重心放在推升就业率和平均薪资 希望各国在这两项经济指标复原之后 再进行升息 美国加州著名的葡萄酒之乡 纳帕郡受到了25年来最大的地震冲击 根据了酿酒协会统计 纳帕郡约有430家酒厂 总计葡萄酒和其他的相关产业 合计对美国的经济影响 每年高达500亿美金 日本为了鼓励一般家庭以及年轻人 将财富投入股市 预计在2016年之前 将目前个人储蓄账户计划的免税额提高 并且将适用范围扩及到未成年的身上 允许家长代替家中的未成年者购买股票 彭博社报导 上半年印尼的车辆销售增加6.6% 显示出印尼渴望在经济成长快速 以及政治稳定性高的帮助 超越泰国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汽车市场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亚股今天普遍收跌 大陆股市更是改写 两个星期以来的最大跌幅 详细数字一同来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陆不锈钢紧固建龙头F东明 举办了业绩发表会 受惠国际涅甲飙升 推升第二季获利计增翻倍 创下历史新高 总经理柯文林就透露 下半年在原料上涨支撑 以及大陆政府持续祭出政策力多下 有望维持获利高档的水位 总部位于高雄岗山 从小小螺丝起家做出全球品牌 F东明站稳大陆不锈钢紧固建龙头 从产线品牌到通路一手包办 目前在大陆拥有32家分公司 3000多个据点 预计三年内还要再增加3到5家分公司 力拼成为螺丝界的7-11 我们靠的是整个大中国的需求 于它的GDP的成长 还是整个全世界来讲 它的动能是最强的 我们的成长动能是源源不绝的 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举办业绩发表会 由总经理柯文林独条大梁 一身黑色套装台风稳健 第二季获利计增115% 达到1.49亿元 该卸历史新高 EPS 0.89元 7月营收同步成长 来到6.38亿 月增27.45% 年增12.13个百分点 今年第一季跟第二季 已经逐渐脱离前三年的 涅价连续跌的这一个谷底 那其实在云域面上面 就是在保持一种 稳定跟乐观的一个方向 与公司高层有说有笑 柯文林表示 获利强劲的主要原因 就是原料涅的价格 在历经三年的低潮期 现在终于谷底反弹 只要美工顿维持在1.8到1.9万美元 第三季毛利率将持续高档水位 加上大陆十二五计划等政策力多 长期营运动能可以说是十分强劲 福尔森城居委台北报道 美国商务部对台湾的太阳能业者反请消税率调降 带动包括了茂迪新日光以及硕河等业者终于能够松口气了 加上大陆的十二五计划当中 今年仍有高达七十亿瓦的光电安装目标 对台厂来说又是以大利多 台湾太阳能产业被卷入美国与对岸的贸易大战 幸好在台厂抗议下美方做出善意回应 除了先将贸低反倾销税率从44.2%降到20.9% 其他业者的反倾销税也砍了三分之一以上 中判预计12月15号揭晓 光反当然是一个trade barrier 就是贸易的一个障碍 任何贸易障碍对自由经济来讲 市场经济来都不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是一直很审慎的看这件事情怎么发展 如果它如果对台湾不利的话 我想会对这个产业有一点不好的冲击的 是会的 尽管受到美国新双反案影响 供应链仍在消化先前库存 导致太阳能爆价持续走跌 电池均价下滑约0.3%到0.6% 细晶元均价则摔退0.5% 但根据大陆的十二五计划中 今年还有高达70亿瓦的光电安装目标 预料太阳能发电装置需求 即将在下半年爆发 挤住台厂营运 我想是比较稳定 今年应该是会比较稳定 台厂情势终于波云渐日 而大陆太阳能单精细晶元 垂直整合大厂阳光能源 同样看好内需市场 宣布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合作 签订加工7300万瓦太阳能组建合约 预计年底签交收完毕 富士山陈介伟台北报道 金属机壳需求大增可曾宣布调高资本支出 累计高达到180亿元 超越了去年全年的水准 更预估第三季底新产能开出 会比去年成长两成 第四季因应客户需求 不排除继续的扩产 苹果iPhone6预计9月发表 相关供应链全部动起来 加上不少手机大厂开始采用金属边框设计 带动机壳需求升温 可曾扩充产能脚步没有停过 累计今年资本支出已经超过180亿元 比去年全年96亿元成长将近一倍 由于NB 平板 智慧型手机出货稳健 可曾第二季毛利率冲上49.2% 来到最近11季新高 上半年每股大赚8.81元 7月营收46.4亿元 年增36.8% 更改写历史次高记录 第三季进入机壳出货旺季 可曾更表示新产能开出 会比去年底增加30% 第四季因应客户需求 不排除继续启动扩产计划 相较于同学来讲 有一种领先的一个优势 应该以小老弟自居这样 我们小老弟这个年轻 缺少经验一点 但是精神也好很多 我们会努力的赶上去这样 因应金属机壳大厂F凯胜 因为客户产品转换影响 7月营收25.13亿元 年减一成 不过看好第三季苹果iPad Mac出货比重提高 同样宣布扩增500台CNC机台 出其产能增加一成 整体利用率渴望达到90%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两岸租赁龙头F中租 前7月的税后是大赚了39亿 年成长高达了17个百分点 改写历史同期新高 预期下半年在大陆放款成长 以及台湾新增太阳能电厂事业体 效益逐步的显现 整体业绩持续看好 2005年首度取得大陆第一张 全外资融资租赁执照 F中租深耕大陆市场事业起飞 目前在对岸已经拥有25个据点 现在更宣布 独家取得大陆金融租赁公司 全国性执照 确定将在昆山合作试验区 设立全新公司 外来渴望扩大 乘坐包括发行金融债券 资产证券化商品 我们还是继续去把市场扩充 行业的绩效我是非常看好 新公司名称 目前占定重力金融租赁 基本额至少一元人民币起跳 预计规划雏形会在9月出炉 争取年底前获得许可 好消息一波接一波 公布7月财报更是亮眼 事后大赚6.7亿元 年成长高达38% 我们海外的据点占我们整个公司据点三分之二 那而且我们每年也会以三到五个据点的方式来扩充我们的营运网点 收费大陆租税优惠收入增加 总放款以及应收款持续累积推升利息收入 下半年还有台湾新增太阳能电厂 以及商用飞机融资收入益柱 整体业绩可以乐观期待 富士生成绩委台北报道 车市景气强力复苏了 核泰汽车率先宣布上修全年车市目标 从39万辆调高到41万辆 有机会创下近9年新高 尽管下半年有选举因素干扰 但是核泰车预期影响有限 乐观态度不变 把汽车头流显外观 加上模特走秀吸睛程度百分百 微信出发表拉抬不少买气 车市回温截至8月20号 累积挂牌量已经达到26.3万辆 就去年同期大增12.5% 光是核泰车的挂牌数 就达到8.6万辆 所以我们看车的人也没有少 所以我们是对今年36万30 还蛮乐观的 市占率高达32.7% 年成长7.2个百分点 随着农历7月结束 进入交车高峰 核泰车信心大增 大动作上调今年车市目标 从39万辆一举调高到41万辆 有机会创下2006年以来 新高水准 核泰车看法乐观 那一大厂御龙集团相对保守 希望能够回到40吧 今年是不可能了 我希望明年能够回到40吧 应该是有这个机会 看法不同调 担心年底选举成为车市隐忧 今年全台年销40万台机会不大 并将整体车市销量目标下修到38.5万台 不过也没有因此松懈 由旗下中华车率先以两款日本原装进口车反击 要与核泰车隔空较劲 福尔山城居委台北报道 顶星集团并购事业在天一桩 大动作已高达670亿 买下国内最大的有线电视系统业者中家 顶星证实已经和中家完成签约 将尽快的送交NCC审查 朝向集团数位汇流的目标 不靠明星代言 台湾之星找来世界舞蹈冠军强力造势 和电信三雄互别苗头 董事长魏英娇宣布开台 活跨宏达电中国区总裁董俊良 还有台湾三星总经理温馨炫 人保总经理陈瑞聪 大咖云琦 魏英娇走上台前不忘透露 领星集团并购事业成功再下一程 我又娶了一个媳妇 我现在也是一颗心两倍的喜悦 满满的祝福 希望我们早日去拜见父母 能够促成这门亲事 魏英娇笑容满面 对外证实和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中加交易案接近开花结果 加上4G服务开台 将加速完成集团数位汇流目标 由于安博凯持有中加60%股权 40%是台湾本土资金 魏英娇以个人名义 成立台湾之光 与中加的交易案完成后 将成为拥有118万有线电视用户 国内第一大多系统营运商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下沙 下沙 只要4折 轰天雷满意送单感恩回馈大放送 即日起参加轰天雷终极实物翻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了解更多请速播 0223653255 台风好雨来时怎么干 不怕不怕 提醒您要准备水 干凉和手电筒哦 记得关门窗贴胶带 堆沙包 随时注意台风好雨动态 大雨来时随时了解烟水讯息 五十六警戒发布时 配合疏散避难 或自行前往避难所 主要紧急救援请拨打119 没事请待在家里 注意警戒讯息 不要前往危险地区 做好准备 安心加倍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 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森田药庄 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家具通通破盘价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台北市领馆 清仓大特卖 药检便宜家具 快到大都会台北市领馆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2503-3288 02-2503-3288 家具清仓大特卖 通通破盘价 快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台北市领馆 减便宜家具就趁现在 东售上半年EPS5.5元 相关产品下半年出货 还是持续看好 东售指出 受惠笔电品牌厂订单易住 下半年业绩渴望比上半年跳增 加上产品在商用NV渗透率并不高 未来三年还有机会出现显著成长 相应政府鼓励企业加薪 证交所推出台湾高薪100指数 经管会主委曾明宗表示 能有效带动台股价量提升 更渴望掀起一波上市贵公司加薪潮 进一步为企业留住人才 全场尖叫声不断 证交所总经理林火灯拿着麦克风开口唱歌 旋律很熟悉 就是经典老歌也来乡 但歌词似乎不太一样 原来是为了庆祝最新推出的台湾高薪100指数 正式上市 希望能够带动国内上市贵公司加薪的风潮 经管会主委曾明宗亲自现场解说 不过想要成为台湾高薪100指数的成分股 可不简单 有三大条件 它的票面必须 它的净值高于票面 第二个它必须有破例 第三个是上市公司846档里边 它薪资前三 它薪资平均水准是排在前三分之一 已在证交所挂牌的本土上市公司 先选出同时符合员工平均薪资 最高的三分之一 一定要有获利 每股净值至少10元起跳 最后以员工薪资总额排名 选出最大的前十只股票作为成分股 过去五年的年报酬率高达10.56 扩动度就14.8 原高于整个大盘 也高于现在的台湾指数50 政府鼓励企业加薪 渴望借由台湾高新100指数 带动所有企业跟进 进一步留住人才 加强创新研发 富士山陈介伟台北报道 苹果iPhone6即将上市 外界预期5.5寸版本 将采用蓝宝石萤幕 博言调机构表示 因为苹果对供应商第四期的预付款 10月才交付 加上厂商8月才会进入量产阶段 因此对今年上市看法偏向饱受 航太工业龙头鸦翔正式挂牌上市 民营化目标顺利达正 董事长刘介成表示 受惠油价高涨效益 刺激民航期未来20年的换机潮 目前订单能见度上看7到10年 后续的营运动能十分强劲 这也是近10年来最大的国营企业民营化 3 2 1 请敬鼓 恭喜汉翔 鼓声隆隆宣告航太工业龙头汉翔 正式挂牌上市 达成民营化目标 董事长刘介成举起酒杯 与总经理徐延年 以及政教所董事长李舒德等人 共同庆祝 汉翔为什么要民营化 最主要在国营企业头 有很多限制因素 在整个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环境当中 你的限制因素越多 你的办理或投资的这种效率就越差 曾任空军作战司令 刘介成行情大好 尽管上半年汉翔获利 较去年衰退15% 直达到8.4亿元 不过刘介成预告 下半年还有官方订单易住 整体营运可以乐观看待 从波音跟Airbus的整个预估 未来的20年 原来4.4到4.8兆美元 现在已经提升到 5.2兆美元 这是一个市场 在下半年 尤其我们现在跟国防部 签了一个相关的合约案 上半年没有签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签了 那我们要达到既定的目标 这个收益又增加了 所以应该还不错 好消息不止这一桩 汉翔6月接下波音787富财 以及空中巴士A320订单 而油价高涨效应 促使未来20年 民航机缓机潮 都将挹注业绩动能 汉翔民营化 创下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 国营企业民营化案 也为国内航太产业写下新里程碑 分身成介维台北报导 市场传出台积电进行16nm制程 扩大了装机作业 法人预期台积电明年第一季 产能将会拉高到5万片 量产时间比原本规划提前一季 第二季渴望正式的量产 货柜航运步入忘记了 运价持续上涨 渴望挹注货柜三雄业绩表现 扬名以及茶荣海运 第二季顺利转亏为宜 预期只要第四季的运价跌幅不大 全年有机会小赚 摆脱产业恶迷 全球景气回暖运载需求大增 货柜航运继前几波调涨计划后 现在反太平洋稳定协议TSA宣布 将从9月1号开始调涨亚洲到美国现运价 每40尺柜至少600美元 从订单量来看 渴望一路旺到9月底 国内货柜双雄长荣以及杨明海 渴望直接受贿 新兴国家还是一个8到4%的一个成长 看起来也是跑不掉 明年来讲还是不错 运价支撑 货柜双雄业绩 动能持续看好 更顺利在第二季转亏为盈 其中长荣海7月营收达到123.64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7.2% 创下近20个月以来的单月营收新高 杨明海运业绩同步扬帆交出好成绩 在管理的部分 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 它在国际的认证和国内认证都获得很好的评价 7月营收达到123.88亿元 年成长幅度高达27.39% 表现亮眼 领业者旺海 上半年税后大赚17.56亿元 年增率高达218% EPS0.78元 成为三雄中唯一赚钱的公司 7月营收更达到57.73亿 年增8.82% 改写今年单月营收次高 分身成绩委台北报导 印刷电路板第三季忘记来临了 上游原物料酝酿调高报价 金居表示9月同博的报价维持平盘 不过下半年还有业者产能开出 厂商普遍陷入苦战了 幸好下游库存有限 估计价格维持高档 获利还算稳定 根据大陆研究报告推估 十二五期间 对岸的塑料薄膜市场 渴望保持20%以上的速度扩张 预计2017年 市场规模将上看5500亿人民币 瞄准内需商机 台塑还有台聚加速 启动两岸的扩产布局 强化竞争能量 亚洲区石化密集碎休期 即将在9月中旬结束 五大泛用塑纸延续高档整理态势 第三季迈入塑料薄膜忘记 被货周期鸿托PE EVA价量看俏 也让PE双雄台塑台聚 应运加分 认为说整体市场的健全度 各方面比我们原先的预期 大概有稍微好一些 市场热度延烧 台塑集团去年大陆各厂 合计营收1920亿元 年增9% 税前应余达到64亿元 年成长42% 一小千年低迷阴霾 抢供内需版图 台塑宁坡石化厂区计划在投资 18亿美元进行二期扩建工程 和近年产值贡献上看200亿元 买翻积极的像本公司寻家了 继续在5月6月份都会继续上涨 台塑加紧脚步扩产 要一次吃下市场大饼 另一大厂台聚认为 今年EVA市况持续复苏 连带对PE产能增添值成力道 至于争取到的大陆股雷石化一贯投资 将朝向高值化产品发展 渴望在今年底明年初审核通过 另外也启动台湾高达31亿 年产4.5万吨的EVA扩产计划 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投产 加入营运行列 富士山成绩委台北报道 电子消费产品旺期到来 被动原件大厂第三期业绩表现 渴望维持第二季的力道 法人指出大翼电阻原件 保护原件还有LED的散热机板 出货渴望相对稳健 预估第三期营收有机会持平 或是小幅的成长 说不到暑假档期 以及国内电信4G开台带动 台湾7月的手机销售 比6月成长7% 宏达店连续两个月 拿下销售销量冠军 成功几下华硕三星 成为国人爱用品牌的第一名 使用金属机壳 配上法斯文设计 让手机看起来呈现不同光泽 宏达店7月靠旗舰手机 加上中高阶手机 以市占22% 拿下通路冠军 领先华硕的15% 和三星的14% 连续两个月站稳销售 销量第一名 事实上真的要非常努力 因为面对的挑战 不只是三星 苹果 后面有华为小米等等 这个不仅是在行销方面 跟设计方面 什么东西都要囤货 像HTC能够一直不断的 两三年两三年就一直囤货的公司 可能也不多 尤其是能够突破到全球 建立品牌 两三季之内 我们认为 我们就会 就会能够展现出来 这些新的价值 董事长王雪红 执行长周永明 在股东会上 共同表态 对宏达店有信心 想在德国柏林消费性电子大展前 先发表蝴蝶机二代强市场 更罕见预告 在德国展场上 将首度推出新产品亮相 我们HTC4M8 8A6 610 缔造了非常好的绩效 如果我们的议测很准确的话 在6A会想它的绩效会更好 不过国际品牌手机大厂 包括三星 Sony可是有备而来 德国消费电子大展 展前记者会上 也将公布下半年旗舰手机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统一总投资金额 高达10亿元 占地600平的石安大楼 举行动土典礼 董事长罗志仙强调 石安大楼预计在明年底 取得实用执照 未来将投入更多的人力跟设备 确保食品安全 国内电信三雄4G服务满两个月 积极充斥用户数 台湾之星算说进度是比较慢一些 也正式宣布开台了 而另外一家业者的新亚太电信 也会在29号召开临时股东会 让下半年电信战火打得越来越火热 3 2 1 P-Star 台湾之星4G AT正式启动 台湾之星正式宣布开台 董事长魏英焦带领副董事长 燕伟成还有总经理赖玄武等合作伙伴 共同合影 希望4G服务能够后发先制 魏英焦不只要求年底覆盖率 要从目前的85%做到95% 更要让整个台湾都能达到最好的收讯品质 另外在电信资费更是业界首创 主打赎约期间24个月不降频吃到饱 让国内电信三雄紧急开会讨论策略 不过外界对鼎星集团和台湾最大有限电视业者中家合作 还是相当好奇 室外汇流是一个趋势 将来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中家跟我们的整合 我相信对消费者 对社会大众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事情 红海旗下亚太电信 在副总裁吕芳明入主经营团队后 人事布局速度加快 预计29号召开临时股东会 将会正式通过国基与亚太合并案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以上是精选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重点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2503-3288 02-2503-3288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三天六庄 头痛 请用预分珠 去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额排气密窗 专利复文师岛块 实名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一把股 也是 白肉舞 理财周刊 十四周年庆开跑咯 理财周刊 洗手 赢家日报 给您无限的可能 带您掌握全方位资讯 累积财富不间断 现在订阅12期理财周刊 加三个月赢家日报 轻松价值要9188元 更多周年庆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 公布专线 02-2392-6680 请下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唯一 我已经找到很多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敢不敢做一 土地亂租給不明人數 真危險 有些人效異者 會租土地來 旺祝了揮華會氣霧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亂租 地主還要常常巡邏出租的土地 哪不會造成汙染 地主還真的被關 而且最多 歡迎回到股市晚安報節目現場 台股一度突破9400點 可惜買盤追加力道相對薄弱 金融疲軟不振 最後一盤大單是鴨尾台積電 鴻海台心機 但是大單也有拉台 偽創人保跟開發經濟的狀況 多空在全值股 大舉的較勁下 加全指數收盤是小跌的三點 收在9393點 9400點關卡連續兩天敗信而歸 成交量雖然說是微幅放大到895億 但是仍然是明顯不足的 而明天該怎麼選股 我們趕緊請到大家都非常熟悉 資深分析師顧夫仁老師 為我們解析明天的關盤重點 顧老師晚安 顧老師晚安 請問大家晚安 請到顧老師 今天的盤式還是偏比較弱 是收盤指小漲 而且量能似乎還是稍嫌不夠 明天的盤式該怎麼看待呢 其實以今天的量 其實就跟前面跟各位報告一樣 這邊還是呈現一個 所謂的橫向震盪整理 之前跟各位講過就是說 其實大盤來到這裡 本來就是會走橫向 因為以我們的量能來看的話 它本來就沒有這麼快速的 能夠向上的突破 再加上說 其實以最近的所謂的 財股的趨勢來講的話 我們大致上是電子在跌升反彈 然後金融是在做一個補漲 然後傳產也是如此 尤其在航運鋼鐵 這個身上都看得到 所以說這邊算是一個資金輪動的格局 大致上也是偏向於這個 所謂的類股的位積的調整 這個位積的部分呢 還是持續在進行 那比較好的地方是說 本土的資金 目前已經開始回溫了 就譬如說之前在跌升的中小型股 已經開始回溫了 所以整理性來講的話 臺股還是呈現一個多頭的架構 這個是不變的格局 那因為這個不變的格局呢 其實很多人可能會問說 那我們什麼時候會突破呢 其實這個突破的話 還是需要這個大型電子 來做一個突破 因為以這個金融股來講的話 最近熱度是有稍減的 不過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那因為以今天來看的話 應該是金融股的這個修正的初期 預計在這個禮拜的結束之前 應該還會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畢竟在本週 還是有這個摩台的結算 所以在禮拜禮拜五的時候 禮拜四的時候 應該是這邊會震盪 還會稍微大一點點 但是這個趨勢是不變的 尤其是在九月快要來了 就是說在下下禮拜的時候 iPhone 6會正式上市 所以等於是說在這個禮拜呢 這個平蓋股的部分 應該都會相對性的強勢 當然最近是因為有新的股票 漢翔上市 因為漢翔的這個所謂的股本 有九十億之多 所以說他最近的這個量能的部分 也吸引到了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資金 那以今天來看的話呢 是以投信的 對不起以自營商的買超比較多 那因為自營商其實他比較少 會去買超超過二十億以上 這等於是說最近的小型股 應該都會相對性的強勢 短線上也不用去擔心說 我們的這個本土法人 會不會做結帳的動作 理路上應該不會 應該是說以最近的本土法人 他比較偏向於這個所謂的 跌身反彈或攤品的動作 所以我認為這個中小股 行股應該還會再強個幾天 可是大型股最近應該壓力 會稍微大一點點 因為畢竟這跟摩台結帳 比較有關聯度 所以目前可以看到一些 跌身反彈族群可以多做留意 而在當中的一個選股重點 包括在太陽能PCB跟工藝電腦 還有瓶蓋骨投資人 該怎麼來做選擇呢 因為以太陽能來講的話 這一波的這個所謂的 下跌的幅度算是比較深 那因為前面呢 也有一些這個所謂的 市場的利空啊 我之前有跟各位報告過 這個利空的時候 其實教數還是 我們要留意一個事實 就是說它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會出這個所謂的市場的謠言 尤其是針對整個太陽能族群 那以這個量能來看的話呢 它最近的量能其實算是蠻大 雖然說它不是每一天 都有這麼大的量 可是呢 它偶爾都會放一個大量出來 那就表示說 這個其實這個謠言的部分 尤其在太陽能身上 看得出來 它們應該是屬於一個 所謂壓低洗盤 就等於是說 在做一個所謂的洗籠子的動作 那最近這十幾天以來 這個籠子也大降百億啦 那相對性就是說 其實以這個疊深的類股 比如太陽能的LED身上 它們的籌碼應該是相對穩定 因為這兩個類股呢 都有一些所謂的 搖眼的利空 這邊是屬於洗盤的動作 那以PCB來講呢 最近是因為這個蘋鈣 準備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iPhone 6的部分 因為準備在積極的出貨當中 所以說這個所謂的業績的部分 應該也會很快地看得到 加上說其實現在市境 因為台灣是稍微慢一點點 可是大陸啦 歐美國家都已經在進行 所以等於說 今年的在這個手機的部分 尤其在4G LTE的部分 應該會這個所謂 變成一個所謂的手機大戰 那因為在這個所謂的軟板的部分 出貨量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其實以6153的家業益來講 其實它這一波的反彈的部分 其實也接近了一個所謂的高漲震盪 那預期呢 它也是做一個相信成立 等到它拉回來的時候 就是說它如果可以回到這個月先部分 我覺得買點會好一點點 表現上其實像PCB這個部分 要等到它拉回來 來做一個買進 那如果說是以工業電腦來講的話 或是說一般PC來說 因為今年的這個微軟 它的策略有點改變 就是說在WnO8的部分 它有在這個 降這個權力金強的蠻多的 這等於是說像是維新 然後華碩 或者是說宏記來講 今年來講 他們應該都會 毛利率會好一點點 因為畢竟在這個所謂的權力金 有降的部分 加上說其實以今年來說的話 歐洲或是美國這邊的反交熱潮 應該可以看得到 因為今年其實有個現象 平板的這個存貨量有往下降 在NB的部分有往上抬頭 所以等於是說今年是 應該說是悶滿久的NB的族群 會有一波比較好的 這個所謂的換機槽 所以理論上來看的話 其實在這個區塊 我覺得這個NB或者是PC的部分 應該可以值得我們去多加的留意 而另外除了在剛剛郭老師提到的 瓶蓋股等等工業電腦之外 電動車近期業績題材跟消息面 這個偏利多的一個消息 又是這個逐漸的一個湧現 所以這個概念股的電動車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能夠來做一些選擇呢 因為其實今年來講的話 本來在年初的時候也是電動車 一直到5月份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樣 那因為在6、7月的時候 其實以電動車的族群來說的話 其實修正幅度也蠻大的 比如說像是這個茂年的部分 茂年其實在今年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來看 在這個拉回的幅度 其實也算是蠻深的 因為其實以茂年來說 它今年年初的高點是在3月份 然後開始呢 為期接近有6個月 3月、4月、5月、6月、7月、8月 經過這麼久的時間 其實它都呈現一個下降趨勢 那最近來講的話 這個下降趨勢 事件當然現在是剛剛碰到了 可是以這個所謂的盤整區間 或者是畫回漲的幅度 其實非常的夠 那又回到一個所謂的 今年的年初的一個起漲區間 所以說它今天做一個強攻 這個是對的 意思就是說回到起漲區呢 這邊又開始強攻 那表示說它這邊呢 有預期的話 應該是可以再走一波的 往上的攻擊 因為它的股價呢 也回到一個相對性的合理空間 雖然說它今年業績 可能理論上來看的話 應該也沒有說會強力的爆發點 可是重點就來了 因為大陸這邊的這個所謂的 污染的部分呢 其實算是非常的嚴重 那因為嚴重的關係呢 就變成說他們也有在加強輔助 這個所謂電動車 那以Tesla來講的話 它最近也有跟蘋果合作 那我認為說這個Tesla 跟蘋果合作 其實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為以Tesla來說 它現在呢 還是屬於這個有錢人的玩具 意思就是說 其實它的銷售的部分呢 其實是 毛利率或銷售的部分呢 其實是不容易往下降 我講過 電動車它一直以來就是 從無到有的東西 它是一個沒有到有 所以說其實呢 它能夠帶起的風潮 絕對沒有這麼 這麼快就結束 因為以Tesla來說 它的這個設計的理念 其實跟蘋果有點像 蘋果它之前的電腦 它叫Apple Computer 它那時候做的就是 所謂的麥金塔 Megantouch的部分 專業的部分呢 都是在繪圖軟體 所以說它之前的試占率 只有10%左右 在整個PC市場 後來轉到iPhone的時候 一開始呢 就大家就趨之落晤 然後開始現在變成 全世界最強的 這個所謂智慧型手機大廠 那以電動車來講也是一樣 它之前也沒有坐過車子 大概上來也是坐一般車 就是跑車型 所以說跟我們一般車廠 比如說有做SUV 有做這個卡車的小貨卡的部分 或是其他的Family Car的部分 是不一樣 它也是走它自己 因為Tesla來說 它有比較特殊的地方 是在它自己的這個 所謂充電系統 好 那我們這個茂連的部分 其實也還算是不錯 就是說它一直以來 都是給它做這個連接器 那其實這樣子來看的話 就表示說它有一些 所謂的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獨特的一套 那表示說呢 其實它的這個獨特性夠的話 獨特性只要夠 跟它合作廠商 其實到後來都會 佔有一席之地啦 那以茂連來講的話 它比較就有這個現象 那你再來看一下這個康書 康書部分呢 它也是如此 就是說它的股價雖然說 沒有像茂連修正的這麼嚴重 可是呢 在今年的7月初的時候 一個高減54塊 到這個前大概是上個禮拜四左右 禮拜四 禮拜五的時候的 這個低價大概是42塊 就是說它其實這邊的修正 大概有10塊錢左右啦 就表示說它已經跌了超過10%以上 那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獨特的修正是夠的 最近三天有反彈 可是重點就來了 這個修正其實是非常漂亮 因為這邊如果你把這個 上下低點連接起來的話 它等於算是一個大的 很大的一個三角形收眼 那以最近的這個趨勢來看的話 它這邊預期呢 這個均線也要開始準備糾葛 所以說如果說這個康書 他如果說能夠再次的橫向整理的話 就是說它能夠維持在大概 這個區間大概就是在 47到42之間的橫向的話 如果多來個大概四五個小時 我覺得那個時間點的發動點 就會非常接近 因為以剛數來說 它還是在走這個所謂燃料電池 那也是跟電動車相關 尤其是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工業電腦也跟這個 Server有關 就是在於這個所謂的制服器 那制服器就是雲端的部分 那你雲端的部分呢 其實跟Server就沒辦法離開 那因為我們在這邊來看的話 這個未來 這個所謂燃料電池的 所謂替代性就會非常的高 因為其實我講過 這個電動車的 Tesla出來之後所帶動的是 所有的車廠都會走電動車這個區塊 那電動車區 驅動當然分了兩塊 一個是一般電池 一個是燃料電池 所以我認為其實未來的 在這個所謂的節能環保的部分 一定會再起一波 尤其是現在來看的股價 其實並不是漲得很離譜 因為我講過 這個是完全新的產業 雖然說最近來看的話 這個油 因為美國這邊雖然產油增加 所以造成油價下滑 可是重點是大陸的這個 埋害的部分 其實是非常的誇張 所以說我認為在大陸這邊 只要持續在推動電動車的話 我們台廠的部分應該都會相對性的受回 好 非常感謝資深分析師 顧富仁老師詳細的解析 顧老師 謝謝 謝謝 整理來說 台股今年成交量 雖然說較昨天微幅擴增 但是量能還是不扣大 如果把焦點轉到OTC市場 這是很活躍 OTC指數大漲1% 大盤指數是維持在高檔震盪 指數站在短期的均線之上 仍有緩步墊高的空間 而明天將是三戰9400點大關了 而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晚安報 感謝您的收看 求助一同來關心 明天的重大財經預告 我是郭凱 明天見 下沙 下沙 只要四折 烘天雷買一送三感恩回饋大放送 昨日起參加烘天雷終極食物班專案 讓你可以學到烘天雷的關盤技巧 逐步掌握操牌金鑰 了解更多請速播 0223653255 冷氣調高點 風景美一點 燈光調暗點 氣氛好一點 節電 是今夏最美麗的流行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臺 租給有需要的人哦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一萬元的修繕補助哦 目前已有六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臺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臺 愛屋及屋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病菌的傳播總在無意間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病菌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用肥皂勤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台風好雨來時怎麼辦 不怕不怕 提醒您要準備水 乾涼和手電筒哦 記得關門窗貼膠帶 還請贏 對象 LC 詞重 入姿